主席這個稍後陳時中要公佈這個美豬的殘留量 認為這個政府目前民眾還是質疑相說 認為政府未來可以做一個把關的動作 我們沒有預設立場 所以我們都願意說聽他講的我們就來處理 所以關於這個標準 極限的標準或者是他要怎麼做 坦白講這就我個人實際執政的經驗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就是說你不要講那個好像很空漢的東西 你要很務實的講說你要怎麼管 你豬肉是離岸管理還是大岸管理 是在離開美國的時候就做檢驗還是到團財檢驗 你是多少抽一個 這個都要講清楚 所以常常你就是講一個招牌 裡面內容也沒有人知道 就噗嚨過去 所以我也不會預設立場 所以我們願意等民進黨把這個管理的辦法講清楚 我們再來回應 還有其他題目嗎 花蓮黨部的主委是前國民黨議員 他是從藍營村總統 但是被外界檢測成是你們民眾黨挖獎 怎麼看這個事情 其實這樣啦 台灣對民眾黨來講 你知道我們是個新英政黨 所以這種人緣來自四面八方 對我們來講是好的人才我們都會招募 就是這樣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我們真正沒有內心先去想說 這是國民黨這是民進黨 我們如果秩序是一個超越藍綠的力量 那這樣才是我們正確的態度 這樣有信心在花東這個沙漠開花嗎 這是這樣啦 我每次遇到困難就勉勵自己 我們騎過一日雙塔 再怎樣困難我們都可以一一克服 最近的離開台北選舉都不太順利 在花蓮什麼時候的目標 那這是一樣嘛 這個我倒覺得這樣啦 失敗不是壞事 我每次都鼓勵我們自己的人 在失敗當中 我們很誠懇的去檢討我們的失敗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失敗之後 很快的開始在台灣各地開始設服務處 就是說政治還是有它的現實性 現實面 就是說還是要跟地方接觸 接氣啦 接地氣 所以我們也很誠懇的面對我們的缺點 那主力的去改進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失敗對我們來講不是壞事 失敗讓我們更有這種改革改進的動物 我是一直強調接地氣 而且目前在花蓮成立的黨部 也成立了就是所謂的立委合處 那是不是未來在選舉當中 會推出花蓮這邊的人才 這是這樣嘛 要先培養人才吧 我們都說我們就好像去考試 先讀書才去參加考試 你只問說你要不要來參加考試 書都不念 就直接跑去考試也沒有用 所以應該是這樣 做一個政黨當然是透過選舉的方式來推薦人才 但是在那之前 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建立黨的名譽 黨的名字叫replication 你的品牌價值要建立 第二人才要招募 所以這的確就是很紮實的地方工作 我們就努力的去做 好 謝謝